我认为公布完业绩的创作 其实都是可以立刻去后 就算后面可以怎样做呢 要是在现数屏或低一点 看下来会不会有机会补一补链口 去到比较低的可能是挥到130元这些水平 因为这些链口收升完的时候 有机会就会回补一些 它回补了就不太好 万一又回到125元 即是上天挥到这些水平 那就比较差一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找一些 事务前景应该是稳健的股份 还有公布完业绩出来又有对板的股 我觉得这些创作依然可以去想 因为链口高开了上来 而且你充不上去 明显看到是有个孤雅在 所以我就宁愿要等 等下什么呢 等下它挨近130元 看看这些水平会不会有机会 买入吧 就算它业绩好也要看 买向下塞回125元 或者在之前的低位 我还是宁愿先走一走 之前的低位在哪里呢 就是在120个股 这些水平 看着这两个位 125或者120个股 再向下做一个孤雅 你要挨近下 有机会去低一点130元 如果真的有机会去维持强一点的表现 你首先去回到1月头 即去年10月底 1月头的水平 看着155元 初步去看着 然后你才看看 有没有机会去回大行 将对上较高的目标价 去到100元 200元 这些水平 这些水平比较难 除非整体的脂肪 它能够做好一点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个别的股份 真的很难去独占其身 能够有这么大的征服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